- 五師合體聖戰士 OK 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這一隻 五師合體聖戰士 在開箱之前我們先來講一下說 這兩隻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隻從螢幕上你會看到最大的不同 它就是一隻是有一張貼紙的 另外一隻是沒有的 這個差異就是變成說像這一隻 這是我從美國Amazon網站買的 所以它上面會有貼一個所謂Amazon的貼紙 另外一隻是從台灣代理商鄭光那邊買來的 所以它是沒有所謂的貼紙 所以這兩隻在外盒上面最大的差異就是 一個有貼紙 另外一個是沒有貼紙的 那當然如果我說是看下面的話 大家就會看到說 你看到說一隻是一隻是 像這一隻的話它就沒有貼任何的 台灣鄭光代理的中文標籤 那因為它這一隻是台灣代理的 所以它就有貼中文標籤 那這兩隻呢 如果是在賣價上面的話呢 因為FUNCO的公仔其實是蠻特別的 就是說因為很多買家呢 它買回去它是把盒子插一插一丟 然後它只把裡面的公仔拿出來擺設 或拿出來擺完 所以很多人就是買完之後盒子丟了 塑膠盒也丟了 那 指望公仔 那 可是呢 有一些收藏家呢 說是收家 他們會去很在意說 它這個盒子呢 的整個面呢 這六個面呢 它要非常的完整 那它的八角呢 要非常的銳利 那甚至說呢 收到最後呢 盒子也收到了 然後 腳也都很銳利了 可是呢 最後在 蒸什麼呢 最後呢 就是在蒸這個所謂的貼紙 所以呢 可以看到說 這兩盒如果是在外面在販售的話呢 有貼貼紙的這一張的單價會比 這個沒有貼貼紙的單價 基本上會高一些些 那也就是說 除了比公仔 比盒子 比塑膠盒 比真假 那最後呢 大家還會是為了貼紙呢 去讓 去蒸這個貼紙 所以 我會覺得說 比到最後 你會發現到說 人真的是非常特別 那除了比公仔 你有沒有公仔 我有公仔 你有盒子 盒子呢 我不完整 箱子呢 合不合 我不完整 有沒有缺角 有沒有撞到 然後最後呢 竟然是在比貼紙 那 OK 那這兩隻呢 我們今天呢 一起來開箱 我在想是 我在拆是變成說 這兩隻基本上 會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來 拆箱這兩隻吧 OK 那 一樣 我們還是戴口袋的手套來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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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看到說 它這個武獅呢 這一組呢 總共有七隻 那這一隻呢 是編號471的武獅合體聖戰士 它這一隻比較特別的話 它是做六寸的 那六寸的話其實在 FUNCLE的PUPS 那個 的範圍裡面呢 基本上是不多的 因為大部分都是做3.75寸的公仔 那它是做六寸的 所以它在售價上呢 基本上會比 小隻呢 會大概貴一些些 那這一隻的特色就是 就是我當初 我當初會買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這一隻 的上面呢 真的是塗了非常多不同的顏色 這兩隻雖然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在顏色上面呢 這兩隻還是有所謂的顏色的落差 那這一隻的話 顏色就比較偏橘一點 那這一隻呢 就偏的比較黃色 那再來就是說 它這兩隻呢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手背呢 它有帶一隻刀 它這一隻做得非常的細膩 就是說 你會看到它 每一個的細節呢 它都做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一隻呢 你看到的話呢 第一印象就是 會被這一隻 它的這個很大的一個絲頭呢 給深深的吸引到 那你會看到說 黃色超級大的 的獅子耳朵 然後呢 它的獅嘴 那裡面有一個人頭 一個人物這樣子 一個紅色的舌頭 那這邊的話 是它一個絲連 我就覺得蠻好看的 那它的獅頭的側邊呢 有類似像這種噴射影其中感覺 那它後面的頭 是這樣子 它的頭是可以轉的 轉的還蠻OK的 那它的後面呢 是有一雙刺 是吧 右手是紅色的獅子 然後呢 咬著一把刀 那它的左手呢 是綠色的獅子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盾牌 那中間的話呢 是黑色的身體 然後 有 那個臨口這邊呢 有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然後 腰帶這邊是銀色的 那再來就是它的雙腿呢 分別是黃色跟藍色的獅子 那黃色的獅子呢 還可以看到它的牙齒 那藍色的話呢 嘴巴是閉起來的 那它下面的話呢 可以看到說它是寫著 FUNCOL LLC 2018 然後是 www.funco.com 然後這個是越南做的 那下面的話呢 有它的編號 是 DRM181129 然後呢 它的藍色這個部分呢 是2018 然後Dreamwalkers 然後是它的 Animations LLC 然後TM World 然後Events Production LLC 這一支號碼呢 是不是跟箱子的 E8 E129呢 是Match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呢下面的號碼呢 就跟它下面這個盒子的號碼呢 是一致的 另外一支呢 是DRM190 926 那這個號碼呢 也是跟這個盒子呢 DRM190926呢 是Match的 那這一支呢 就是台灣代理的 的產品 兩個顏色的比較下 左邊的話呢 是偏橘色 那右邊這邊 比較偏蛋黃 它這種貼紙呢 在美國上呢 如果說你要買這一支 50合體公仔的話呢 你只能到 Amazon的網站呢 去購買 為什麼說它會貼這個 Amazon Exclusive的貼紙 那這個遊戲方法呢 也就是變成說 它會讓它的一些經銷商呢 專門賣一些它專有 或是特有的公仔 那其目的呢 也就變成說 它不要讓一家供應商呢 獨大 那也就是說 我今天Amazon在賣這一支的時候呢 其他廠商呢 他就不能去賣這一支 那這也是為什麼 這張貼紙的做法 反觀呢 如果這個品項呢 沒有在美國販售的話呢 它就不貼貼紙 那不貼貼紙的原因 就變成說 它這個表示 它這一支呢 在台灣或是其他國家 非美國的地方呢 任何的經銷商呢 都可以買這一支 所以說呢 那FUNCO呢 貼貼紙的呢 有時候呢 是為了一個展會的 的限量 或是說 它是為了通路而貼貼紙 那相對呢 這種貼紙呢 有真 也有假 如果你今天上了eBay呢 你甚至可以發現到說 有些賣家呢 在專門賣這種貼紙 那為什麼買這種貼紙呢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這兩隻公仔 帶出去 那我可能要貼一張貼紙呢 我就可以讓這個公仔的販售價錢呢 比沒有貼的呢 高出一些些 所以有時候呢 你要去思考看看說 你今天呢 在買這個FUNCO公仔的時候呢 你到底是在買 這一支FUNCO呢 還是你再買一個貼紙 甚至買一個盒子 那當然呢 如果你全部都要求到的話呢 那這一支的價錢呢 當然是會因為要求的越多呢 它所呈現的價值也越多 可是相對的呢 也是有些賣家呢 他為了滿足你的需求 他可能花了不到50分美元的錢呢 去買一張貼紙貼上去之後呢 他也許可以多賣了10塊錢 所以說呢 我會建議到說 如果你今天呢 真的是有興趣去收藏這些FUNCO的 一剛開始呢 你千萬不要被這些貼紙給迷住了 你要是因為喜歡這一支公仔 你再去買 那買了之後呢 你放在你家裡 你很開心 你去享受它FUNCO帶給你的樂趣 那如果今天呢 它真的漲價了 你想賣出去呢 至少你也不會虧到錢 那如果它今天呢 不長不賠 放在家裡 每天看 每天把玩 還是滿可愛的 所以呢 今天呢 介紹這一支6吋的50合體公仔呢 給大家 那順便呢 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每一張貼紙的背後 都它的意義存在 在台灣的我們呢 就沒有所謂的 這種貼紙的限制住了 所以你可以買到 很多在美國 它只有在獨特的一些供應商 買得到的公仔呢 其實代理商 如果拿得到的話 都買得到 那美國的呢 就是玩這一招 那所以呢 相對的就會多這張貼紙 那以上呢 是我今天 對這一支公仔的分享 那如果呢 一樣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那我們下次FUNCO開箱見囉 拜拜 這一支 真的轉不起來耶 這麼難轉